是 兄弟 放岗了 走 是 不对劲 怎么进院没听见狗叫啊 狗 都被这帮王八蛋给吃了 这有弹气的 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 小家伙 快 快 队长 哪儿来的枪声 哪儿来的枪声 队长 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 听声音 像是院子外面传来的 里面的人挺好了 队长 院子里面有人 我们 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 今天 我们全团八百人马 已经把这儿围住了 最近老子我杀鬼子杀得比较多 杀气有点重 今儿个我不想为难你们 想活命的话 就乖乖地举枪出来 我保你们平安无事 听到了吗 队长 怎么办 你别怕 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土匪 糊弄咱们的 还八百人 我看顶多就二三十人 咱不是有极枪吗 怕杀 枪都会架好了 谁叫粗粗谁 听见没 明白 明白 喂 外面的 不会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吗 说的话呀 让我和我的兄弟们 笑掉大牙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黑道 好 好好给我照顾他们 得嘞 去 去 去 怎么回事 去看看 队长 队长 这是没油 没油 好 这不可 这是小刺死怎么呀 队长怎么办 现在 整个院都被我们包围了 两警机关枪堵着了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要不想出来 我们就再放点火 把你们烧出来 知道了吧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持军 想好了就出来啊 要是不信 你们就试试啊 听见没有啊 队长怎么办 怎么这么多废话 坏了我早就进去 把他们偷偷给杀了 你一个人能扛几颗子弹 把他们拿下来 队长 时间紧迫 要不说 几个手楼弹扔进去 一艘子弹冲进去就完事了 那多浪费 子弹手楼弹多金贵啊 要不分一枪一炮 把他们拿下来 这才划算 我觉得他们不能上当 我们得天亮之前 拿下这个院子 要不然我怕呀 附近的炮罗 明天过来增远去 别开枪 我们投降了 门开了 我们投降了 别开枪 我们投降了 看见没 我说什么来着 打仗呀 不能用猛劲 得用脑子 走 站好啊 别动 把枪给他们脚了 是是是 拿过来 快点 走 走 快点 兄弟 看我眼熟吗 认识我吗 我这是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过两天我再给你们送一批东西来 我没事呀嘛 就是我心里有点着急 我今天晚上就过来了 谢谢你的口水啊 大家去 好 走 走 走走 走 走吧 走 好嘞 你们几个跟我走 好嘞 走 看见他 搬东西啊 臭上了 你怎么样 你看看 知道人 Jersey 是眼 等老儿点啊 想好了吗 想好了赶紧说 我们 我们真的是 贩卖私眼的 你这放私眼 这丝盐呢 枪也太好了吧 那山西造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吧 我们是扬州保安大队的 这些盐是本队长尤大忠 犯的丝盐 犯的丝盐 这丝盐是日本人的禁运品 这尤大忠胆是够大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走 一直在这儿待着干吗 因为 因为 因为早已熊儿不让优大忠 继续翻卖嘶言了 这 不是 好啊你 你炸我 我炸你怎么了 你要是再废话的话 我真赏你一颗子弹尝尝 三眼儿 把这把人都关到后边马棚里去 走 好嘞 走 快点 快走 快走 走 快 铁道儿 咋了哥 你去村外通知其他人进村 顺便把那十几个二口子带回来 关起来 得嘞 走了哥 小包子 来 过来 过来 十三哥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尤大忠的人 听说过 扬州城有名的大汉奸 黄邪军保安队队长 整个阳太地区的黄邪军啊 都归他调遣 以前是土匪出身 后来呢就投靠着日文人了 刚一开始啊屁都无事 也不知道怎么着 他就在藤原雄那儿得了事了 您问他干吗呀 他们都是尤大忠的手下 尤大忠的手下 那这帮二狗子送这些东西 就不奇怪了 怎么着 里头都是些盐啊 是尤大忠犯的丝盐 早就听说这尤大忠啊 犯丝盐 犯鸦片 每年都弄到不少 还真有这么回事啊 队长 这些人跟丝盐 我们怎么处理啊 这前前后后加一起十几口人 这每一天的粮食啊 多跟一天就消耗不少 我们的粮食本身就不多了 等咱们走了之后 把他们放了吧 我们要走 把他们放进河里面 走 你们要走 过来 几后 咱们起来 好了 有此想的 还不知道把我们村库 还成啥样呢 走走走 还是咱们新子军来得好啊 几位同志 那怎么给我来了 就不会再走了吧 老翔 走和留由不得我们 是啊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保证 即便是我们走了 如果有鬼子和二狗子 再来欺负你们的话 我们一定会回来 给你们报仇 替你们出头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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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